咚咚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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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熬成这样就可以了 像我们红粉稻草 哈喽大家好我是布琳达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从今天开始我的weekend vlog 就正式的升级为weekly vlog 上周也跟你们小小的提到过 一下就是有时候周末 两天的素材可能不太够 所以周末的压力会有一点点大 那从今天开始我想把weekend vlog 升级成weekly vlog 就是我会从周一开始就拿起我的相机 觉得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 我也会把它拍下来 然后会一起剪成一个一周的vlog这样子 比较日常的像weekly vlog weekend vlog这种类型的视频 其实大家的意见都还挺不同意的 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看就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 然后就不爱看 那我个人其实还比较喜欢看 别人的vlog的 然后我还挺享受挺喜欢这样子记录生活的方式的 所以在我的频道目前来说的话 我希望还是暂时保留这个weekly vlog的这个栏目 那如果你是不太爱看就是特别日常类型的视频的话 就可以看看我其他的一些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看这种日常的类型的视频的话 这个每周一个的日常的vlog的视频还是会继续拍 那我其实还挺想知道你们会喜欢大概一个什么样长度的一个日常视频 我现在目前这种日常的vlog的视频的长度大概是十多分钟 然后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不知道这样的长度会不会对你们来说有一点太长了 我很想知道对你们来说什么样子的视频长度会比较合适 所以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是周一 一个星期的刚刚开始 我刚刚已经弄好了一个视频 开心 然后今天的剩下的任务就比较轻松了 我昨天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我这个包 之前某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超好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但是这个包我已经背了 应该大概有三年的样子了吧 然后也背着它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然后后来因为觉得它有点脏 所以就没有再背了 也舍不得丢就一直放在那 所以我准备来把它洗一洗 好开心 给你们看我的淘宝到了 这些都是我的空运过来的东西 所以就是比较快 然后我还有一批海运的还没有到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全都是我的吃的 你看上面写着 金牌干溜 哈哈哈开心我的酸辣粉来了 这盒应该都是我的酸辣粉 因为他们这个盒子就写着金牌干溜 所以 你看他们怎么打包的 这样子的 然后一盒两盒 然后这有三盒东西 旁边全是空的耶 这里占我多少运费我的天 我的酸辣粉 太爽了 这次我买了应该有 二八一十六盒酸辣粉 然后这里面是我另外一盒东西 这里面也全部都是吃的 在我的淘宝美食的视频里面可以看到所有东西 哎呦好馋啊 我好像全打开 那我现在煮两个酸辣粉我们吃吧 哦 特别好今天是三 嗯 我刚刚才起床 然后准备来做早餐吃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经常做的一个早餐 是牛油果吐司 因为天哥其实不爱吃牛油果 然后他也不爱吃吐司 所以平常他在家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做这个 就只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以做 这样我的牛油果就特别容易坏 像这个其实已经成熟了很久了 然后我把它放到冰箱里 不知道它还能不能醒 我一般每次都只需要一半的牛油果 我一般会在上面滴一点点柠檬汁 就防止它氧化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 就可以保护它 不让它表面变得很丑那种黑黑的样子 然后我会明天再吃这个 那我一般吃一片吐司 就会用一半的牛油果 所以这个就正好 把它挖出来 然后放到碗里 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的盐 黑胡椒和一点柠檬汁 就当做简单的一个调味 这个是盐 一点胡椒 然后就拿一个叉子把它捣碎就可以了 捣成泥的样子 大概捣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它抹到烤好的面包上就可以了 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有心情的话 还可以再弄一个鸡蛋 放在牛油果上面会更好吃 不过我一般都懒得弄 嗨大家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跟天哥去干了一件大事 是不是大事 我今天全部都有拍vlog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发 到时候如果发了的话 你们应该也会也会看到了 刚刚收到了一份我的 算是我的subscriber吧 因为我们是英文视频认识的 然后后来变成了好朋友 他送了我一些小礼物 还挺棒的 首先是一个这个 就是我之前说很好吃的那个泡芙 然后他也去尝了 也买了几个给我 等一下我们就要把它吃掉 然后还给我买了 两包这个薯片 因为在我很久很久的一个视频里面 我有提到过 我买了那个蛋黄薯片 然后本来是准备拍视频的 然后后来还没有拍视频 就被我已经吃掉了 所以他就又给我买了两包 然后他还给我买了一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眼影盘 他前前给我发短信说 他想送他朋友一个礼物 然后问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喜欢哪一个 然后他就 他就 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挑 然后他超好的 他还给我做了一个贺卡 看 这里面还有我的照片 还有我跟天哥在视频里的照片 天哥还穿着背心的 然后他还给我做了一个这种卡通 卡通人物的这个头像 好可爱 好棒啊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姐姐 好感动 超好的 你看他真的还把我的照片打印下来了 这都是我视频里面的截图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这么有心的粉丝礼物 好香啊 一股 那种香味 然后草莓 然后草莓 哦 哦 吃这个 这个是筋鸭的 到底筋鸭是什么 好好吃啊 好好吃 嗨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六了 今天是我戴上戒指的第二天 感觉其实还挺不习惯的 就是总觉得手上有个东西 想把它抠掉的那种感觉 今天上午我们没有什么安排 应该就待在家里 休息休息啊 然后整理整理东西 然后下午我们约了两套房子要去看 所以也应该下午才会出门 然后现在我们在吃 吃早饭 最近家里外面那个 就是建房子的那个工地真的是太炒了 炒到我都有点神经衰弱了 之前满了一包葱放在家里 一直都还没有用掉 所以今天准备把它熬成一个 就是葱油拌面的一个拌面酱 然后以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就把这些葱正好都用掉 我先把小葱切成了这样子的 大概这么宽 这么长的一条葱段 然后现在要来调一个酱汁 一勺糖 哇 糖好多 然后一勺老抽 一勺醋 和四勺生抽 一 二 三 四 然后现在就来熬这个葱油 在锅里放很多的油 然后直接把这些葱都放进去 在凉的时候就直接把葱先放进去 然后就开始开火烧 熬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像那种枯的稻草一样 首先我想把这个葱先捞出来 把它丢掉 然后现在要把这碗酱汁倒进去 我有点害怕 这时候再开小火稍微熬一下 到它服泡泡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了 来看房子了 这是我们看的 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出来看房子 今天看的也是一个比较旧一点的一个小区 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我感觉还还可以 因为它虽然是一栋很老的房子 但它看起来不会特别的旧 然后楼下看起来也还挺干净 就是maintain的也还不错 所以一会上去看看房间里面 还不错耶 还蛮喜欢的 这里的光线其实也还可以 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套房子 这个还蛮满意的 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房子的房型 就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就是好处就是交通很方便 楼下的环境也很好 就是很干净 过到马路对面就有石阁呀 超市和地铁站 所以还蛮不错的耶 我们俩很心动 现在我们到了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二个房子这边 嗯 我们俩都没什么心情看了 主要是刚刚那个看的房子 觉得就很合适啊 然后条件地理位置价格都很完美 挺难得碰到的一个房子 现在我们来看的这个呢 就是那种比较新的小区 应该也是刚满五年可以卖的房子 条件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这个有影响到这决定吗 我还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刚刚那个 为什么呢 便宜啊 交通方便啊 而且装修随我做啊 但是我是觉得你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外走廊 是 我没有住过有外走廊的房子 你就不了解外走廊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纠结了这个人 那个旧的实际上是有点旧 而且旧外面旧 你平常90%的时间都在里面 你回家旧那么几秒钟 你闭着眼睛不看不就行了 现在房子都看完了 然后我们要去 有一个朋友过生日 要去参加他的生日会 去看看 然后刚刚去给他买了一个礼物 给我包装的还挺好看的 还蛮有圣诞节的气氛的 对 红红的 可以唱歌吗 他还都不敢唱歌了 好久没有吃麦当劳了是不是 感觉离开学校之后就没怎么吃过麦当劳的早饭 点了一个ice latte 看到好看才点的 真的耶 好喝耶 好喝 然后去买了一个新的打印机 最便宜的新的打印机 最便宜的型号 怎么样 看起来 漂亮 快放上去 能放得下吗 能 我要把这个膜来撕掉 快让我来撕 好喝 好舒服 好爽 闪闪发亮 那个是黑的吗 是 这就好了 这么容易的吗 是啊 面对吗 对吧 我们昨天熬的葱油 煮了一个面条 快来尝尝 哇 好香啊 还可以再放一点那个酱 慢点啊 烫烫 烫哦 哇 好好吃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又在包饺子 包饺子上瘾小组 你要不要穿个围裙啊 没事 还好是白衣服 哈喽大家 这一个礼拜的一些生活 那其实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对我跟天哥我们的小家 还有对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从求婚结婚 然后一直到买房都是在一个礼拜里面完成的 可能我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都清楚的在vlog里面提到 然后给你们展示到 是因为我在这个礼拜里面有拍一些其他的视频 然后会在其他的视频里面以一个就是有主题的视频的方式给你们分享我的那一些经历 所以就没有在vlog里面拍到 不过这个周末还是过得很开心 然后因为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嘛 所以心情也有很大的一些起伏 就是突然就特别开心 然后突然好像又没有那么的 又没有那么多事情 又没有那么开心 就是情绪的起伏也还挺大的 所以睡一个还挺累的一周 那我就先不跟你们多说了 现在已经晚上11点 12点了 我准备一会就赶快洗澡睡觉 就休息了 明天开始就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然后继续过每一天平凡的生活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 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 这样以后我每次发新视频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愿意嫁给我朋友的妻子 期待 discov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